大家好 我们在养红掌的过程中啊 经常会发现呢 这个红掌啊 它的底部呢 长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叶片 而这种叶片的话呢 大家会发现了 它长势不好 而且呢 非常影响观赏价值 还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那么我们在养活的过程中呢 如果你想要让养分的全部集中到你啊 上部的这个花朵和叶片上面 那么我们最好呢 就是将它修剪掉 我会发现这些叶片呢 其实长势非常的弱 而且全部是生长在底部的 这种叶片不剪了 你的观赏价值呢 就大大的降低了 剪的时候啊 直接从底部啊 这个基部剪就可以了 这样修剪过后呢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清爽 整个植株的观赏价值呢 瞬间就提升了一个档次 所以呢 我们在养这个红掌的过程中啊 这样底部的这些比较弱的 或是比较老化的一些叶片呢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修剪掉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